中国解放军14号晚间6点正式宣布联合力舰2024B演习结束 虽然短了13个小时 不过府院高层不敢大意 总统赖清德第一时间召开了国安会议 但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之一 现场人士通通没有军事背景 难道是在摆拍 我完全不知道有人在拍照片 我们是很用心在处理昨天早上 以及事后必须去处理的情形 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灭火 不过盘点过至两次解放军围台军演 2022年前后加起来有9天 今年5月联合力舰A维持2天 但这次短短13个小时就收兵 难道是要展现共军有实力 可以短时间拿下台湾 希望能够做一个速战速决 首战即决战的一个任务 他或许就是要去抓到华府的时间 是在一个晚上的一个状况 会比较相对来说反应或许会比较 没有办法那么及时 军事专家提醒台湾不能大意了 这次军演时间虽然短 但是力道很强大 根据国防部的统计 从14号早上5点到15号早上6点 海面上就征获了共舰14艘 公务船12艘共机153架次 其中更有111架次越过海峡中线 更是单日共机扰台最高纪录 另外中国海警2901号万顿舰 也是首次参加对台行动 这也是中国海警首次进入 台湾划定马祖限制血域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他这一次在进行海上封锁的 其实反而是以海警船为主 包围台湾这一边的 而是交给海警 他并不是只针对中华民国台湾 法国菲律宾等六个国家 进行的这个samasama 兼并兼演习 展现他政治上的不满 这次军演可以看出 叫板美国意味浓厚 台湾除了谴责中国之外 更要赶紧找出突破因应的方法 欢迎收看陈远凯中平台台北 财富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重的 反正的顶颗